歡迎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每週一股 星期四的嘉賓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黃偉浩 Rafi 你好 你好 又到了每週一股 到了你介紹股份的時候 不過先跟大家回顧上次Rafi推介了 那隻海爾電器編號1169 看看股份和恒指方面的表現 期內的恒指表現不錯 升了3% 股份方面輕輕跑贏大市 升超過3% 上次推介的時候 見13元買了 期內最低的位置是12.92元 換言之經易買入 上次推介的理由 都是一些中線的原因 現在到這個股份的部署 是否暫時不便 其實部署上說 暫時沒有改變 因為一方面 上星期推的因素 都是看中線的部署 特別說可以電器旗下的 日日順業務 都越做越大之餘 更加有不同程度的受惠性 一來受惠未來夏天這個季節 可能大家對空調的需求大 對日日順的物流配送業務 都有一個推動 因為都不斷重新多次 可以電器現在做的業務 只有熱水器和洗衣機 沒有空調 但始終我都可以受到分銷那邊 所以都有幫助性 而現在本身這星期的走勢 其實偏不錯 雖然近幾天開始有些回調 但對比自己上星期推時的賣入價比 都是有一個微利在手賺錢 賺了大概4-5%左右 變成我再拿著它 目標價依然一樣 放回16元左右 而止撤位都是11元 我覺得不跌穿這位 其實暫時全部都會繼續持有 好 到今個禮拜 大股仍然是比較強的情況下 繼續向上行之 現時這刻升幅又擴大了 升187點 繼續22682點 這時候推介股份 選什麼版塊 如果在這星期中 選股上說 當然市場到這位 很難判斷是否再上 還是怎樣 變成選股上說 我覺得一來 當然很多時候自己選 不是跟勢去追 所以不是太擔心 事情是大升還是大跌 而且很多時候說一些基本因素 所以只要基本上是好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 變成今次來算 都是選一些 我覺得前景上看 有一定的支持之餘 更加受到國策 變成選了951超威動力給大家 超威動力 見到現時股價是7月中開始 已經展開了升浪 現在升超過2% 做5.4毫升 看看這間公司 都是做一些 原酸動力電池的電池股 其實它的業務多廣 它們的電池廣泛用在什麼產品 暫時它的業務上說 就是以超威這個品牌 去到生產和攝取相關的 原酸動力電池 最主要用在電動自營車 電動汽車 以及特殊用途電動車 而暫時來說 市佔率也是行業領導地位 有大概11.7%的市佔 除此業務之外 更加有生產和銷售相關 在開發電動車用的原酸電池 甚至與另一間德國公司 合作在發展一個所謂的汽車啟停業務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它的業務的發展 業務的範疇 都不斷在加大和確伐 在加大和確伐進行業務 然後看看這個股份 就是過往的經營成績 看看2015年的全年業績 看到全線向上 當中兩點當然 放在股東經濟入理方面 2015年和2014年的比較 由規轉型 我先問你 數字上由規轉型 究竟在哪方面做得好 是否在本業方面買電池買得好 當然這也是其中一個主因 其實這次去年業績規轉型幾方面 一來就看到收益方面 都有一個輕微增長 差不多是4% 這當然低於產能方面 都有大約過去一年 生產1.4億電池有關 而因為生產出來 基本的需求都有上升之下 過去一年整體電池平均的售價 其實是上升的 雖然模擬率方面 最佈維持高了 去到升1.5% 除此之外 更加就當有些政府補貼 加上加上市場份額 都不斷有龍頭地位的時候 都的確令到它下去之後 成本不斷增幅 是相對慢一點 這次來說 能夠有一個明顯的 一個規轉型的現象 好了 再看看它的業務分佈方面 看到主要有三大業務 包括做一些圓酸動力電池 還有鋁磊子電池和材料 剛才螢光幕上顯示到 大部分 9乘4都是剛才提到的 緣酸動力電池 但同比例計 上升來說 不算太多 升了1% 而當中 用在電動自行車方面的電池 還有下降的情況 跌了3.3% 其實這個業務佔比最大 有一個同比方面 有一個下跌 其實怕不怕呢 其實我覺得這樣說 這次你看到去年業績業務佔比上 來自差不多94% 都是原酸動力電池 剩下的大概6% 就是一些鋁磊子電池 和一些普通材料的業務 所以業績好不好 就真的好看原酸動力電池那一部分 而當中原酸動力電池 拆開來說 首先什麼都說到 有分電動自行車電池 和電動車電池 比較側重電動自行車電池為主 而的確你看到 過去這年雖然電動自行車電池 整體營業把握 有一個輕微的下跌 3%左右 但你問我自己擔不擔心 我覺得不算太過憂慮 因為之後也要再說 始終未來 我相信整個行業 在電動車或電動自行車 相關的需求性 其實都是持有增大 其實最主要是超威 都在行業做龍頭的時候 我相信未來的需求性 更大 對於業務提升 其實增幅 我覺得是有機會出現的 除了這樣看 這些是去年業績 讓大家有參考 但你問我擔不擔心 的確我又不算太過憂慮 好 分析完過往的經營情況之後 看看接下來有什麼理好因素 其中一個 你剛才也提到 看好整個行業方面的前景 而第一個理好因素 就是電池行業面臨洗牌 為何會出現洗牌的情況 整個行業的情況 可能大家未必熟悉 可否講解現時電池行業方面 面對什麼情況 其實以現在來說 為何覺得接下來整個行業會洗牌 明顯近幾年開始做一些監管 或者做一些整合 因為特別以過去幾年 其實相關電池行業 除了一例高速生長 以上很多公司 都加入了這個行業裏面 形成行業裏面 總理這麼多人進來 一定是有所謂好壞都有 所以形成很多不是這樣的企業 為了走進來分一杯筋 他們生產過程裏面 就會忽視很多環保或其他東西 雖然成就過去幾年 這麼明顯的增速之下 這樣的生產過程裏面 都對環境造成比較大的污染 雖然變成中央政府 在一月一年開始 都加大整個行業的監管 一方面可能淘汰部分落後 的一個元酸電池的產能 如果以過去五年裏面 再做一下 到這一刻來計算 其實大概有八成的企業是倒閉的 即是剛才提到始終你過去幾年 這麼高初增長 大家進來 但是透過不斷整合 不斷淘汰一些不合規格的產能 的時候 有八成的企業都倒閉了 而企業的數目由大概 之前是1900間以上 現在只剩下400間左右 所以變相在進一步提高 生產標準下 剩下剩下的那些除了可以受害到 行業的餅 是沒有分散之餘 更加都可以受害到利潤上的提升 甚至回分現時在香港上市的幾間 譬如自己推介的951超威也好 或者819天能也好 始終都比較具規模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整合之下 其實對於他們來計算 都可以吃得到這個整合上的優勢 對於官方方面 對於整個行業的監管動作 包括發佈了 汽車動力主電池行業規範條件的企業目錄 是否在這個目錄出現的所謂企業 都是受規範的質素好些 超威也有沒有分辨 是的 其實要提到這件事 剛才提到過去幾年不斷整合 而去到今年回來 其實都在轉迫見到 國家都發出一些所謂目錄 是出了來的 如果在這個目錄裏面的公司 相對增壓在行業來說 叫做認受性高些 最主要最新 特別在8月9日即幾日前 工信部都公佈了這個 所謂汽車動力速電池行業規範條件 的企業目錄第四批名單 因為這一刻去到第四批 其實之前出了三批 而最新第四批裏面 其實有32家公司入選 包括版面上見到 譬如中航理電 河南理洞 微雲動力等等 超威都是其中一間 加上32間 而再加上之前有三批那25間 其實目前總共有57間公司 入了這個目錄裏面 如果以回 入了有什麼好處 或者為什麼大家這麼想入 如果看回第四批的名單 雖然它公佈了32間 但本身想參與第四批 其中一間的無錄公司 其實超過117間 變成在117間裡面 只選了32間 其實幾意味著本身競爭上說 是十分之激烈 亦都可以這樣說 國別體育分析上說 隨著今次進入之後 可能會成為一個行業的分水嶺 就是如果進入了這四批 這五十多間公司 可能會令到整個行業之後 其他沒有份進入的 有個洗牌現象 為什麼這樣看呢 因為如果以回今年 國內預期回向相關 新年型汽車的總電池 搭載量大概是31.5GW 但如果以回之前 特別是頭三批 加上產能 已經達到21.7GW 再加上第四批 其實理論上說 已經完全滿足整個行業 今年預期的搭載量的需求 其實就意味著這四批公司 已經可以夠復活這件事 其實其他公司 說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需要 甚至乎再做一步 其他公司可以進入這個木裏 雖然優勢上說 會叫做越來越明顯 亦都見到 如果隨著來國內 都繼續扶持新年型汽車的推動 相對發展各方面 都會比較有利 而且回到另一邊相對 一個長遠一點的看法 就是整個行業都會提到想去洗牌 因為特別是2020年之前的行業 可能都會再走過更加集中的情況 令到剛才提到的 可能由早幾年1,900間 到現在是10000間 甚至之後可能大的 只剩下不夠10間 起碼這些10間 都想大到可以代表中國 可能走出去 或者是一些比較明顯的行業競爭 變相整合下 其實對樓德低的企業 其實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推動 而本身超威在這行內 都是一個比較龍頭的地位 市佔第一 四成二 我相信 如果樓德低的話 機會性比較高 對於它的推動性 其實未來都會有很大的受惠程度 即是說公司的總數來說 有回到差不多 才有認守性 才能得到官方認可 不得到龍頭的地位 但也要整個本身的業務前景方面 有得發揮 這樣才行 這是第二個理好因素 就是你講到 就是業務的前景 令我比較樂觀一點 公司的業務 主打都是做一些 緣酸動力電池 當然就是要看回電動自行車 以及新能源車方面的發展 在這方面 電池行業方面 又怎樣看得到 在這兩方面 業務還有進一步的空間 其實你說這個行業 特別是內地的電池行業 為何會覺得好呢 如果這番要看 推翻兩方面 一來就是電動自行車 一來就是新能源汽車 兩者其實都關於電動行業的事 而整體來說 先不要分開來說 整體來說 為何會覺得前景不錯呢 因為始終你說內地 不斷走近所謂的承陣化 原來承陣化之下 可能道路的使用也會多了 變相多道路之下 自然對電動車的水平都會大 甚至乘以外都會說環保 變相要用車得來 都是選擇環保相關的車為主 所以自然會對這件事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推動性 而特別是電動自行車 怎樣會好 或者怎樣看得好呢 當然從兩方面來說 一來就是實質的數據 因為特別以2015年來說 即是去年 整個內地電動自行車 相關的保有量 即是已登記的車輛 大概是2.08億架 如果以國內的行業估計 去到1517年 可能平均每年的增幅 科學聯增長都差不多一成 幾意味著 其實接下來這幾年 在電動自行車 一手市場的需求性都會有很大 而當一手市場需求大 自然對電池需求也會大 而你一邊商 剛才提到15年 保有量已經有超過2億格 而這些電動自行車用了幾年之後 那部電池也要更換 而二手市場方面 其實對換電池需求也會大 所以就這樣問 其實很多分析都估計 只是今年16年 可能在電動自行車 對原宣電池的銷售量 都有機會達到差不多5億個 而整體的優勢上 或者是需求性上看 其實都幾大和幾明顯 而除了本身實質數據好之外 更加從另一方面來說 就是需求性問題 因為電動自行車其實分了幾樣東西 除了一般大家用的電動自行車之外 可能又分了電動三輪車 甚至乎是一些農產品 或是比較大型一些 一些特殊用途的自行車 這兩樣東西都頗受到內地的需求 因為始終一來就是內地人口不斷好化 人口紅利不斷縮 變相要老人家越來越老 可能很多時候他們行路行程 不可能做到的 甚至乎要他們自己踩單車也是很難的 所以反而電動自行車 相對可以幫助他們 所以那個需求性其實都幾明顯 而農產品也是一樣 近年內地經常說農業現代化 或者是想一些機械化為主 所以一些大型一些的 所謂特殊的一些用途電動車 都有它的需求存在著 所以整體整個電動自行車的行業上去看 其實未來的電潮需求性都很大之下 對於整個超威業務也好 或者整個行業的業務前景也好 其實是比較樂觀 而另一邊就是新零型汽車 特別提到 當然這刻 超威在新零型汽車的業務佔比不多 只是集中電動自行車 但是其實它今年年頭回來 都跟自己的大股東合成了一間合營公司 其實都是發展新零型車的業務 甚至剛開始也說到 它已經跟吉利和江維這些車企 合作發展一些可以在電動車裡用的 一些原酸電池 其實都有一些長遠發展 所以其實都受害得到這件事 因為今年國務院都公布了 在2020年相關新零型汽車的規劃 目標可能到2020年之前 新零型車的收售量 可能超過500萬兩 而且今年後回來都說過 所謂中國製造2025 在這件事之下 其實對新零型車的規劃 都是一個比較高度的重視 所以在整個行業的前景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大 和比較正面的推動 無論行業還是公司業務方面 的前景都比較樂觀 但是說到 就是本身超威 有什麼競爭的優勢 除了剛才你之前已經說到 市戰業比較高 做了龍頭地位之外 還有什麼實質的優勢 其實以超威 本身來說 在這個行業真的挺有競爭上的優勢 有四個第一 一來是市戰第一 二來是產能產量第一 第三是銷量第一 第四是技術上第一 這幾件事之下 都明顯是有幾突出的情況 所以你見到一來 市戰率應該是第一 因為在原酸速電池裡面 市戰率達到42 即達到41.7% 其實是幾吃得到 整個行業的競爭上的意味 而且去年來說 相關連產能也達到1.4 其實在整個行業裡面 都算是最高的 甚至乎它技術上說 亦都是比較好 因為它是唯一採用一些 所謂膠體電池技術的生產 生產原酸電池的技術 這件事一來可能環保性質會高些 而亦都會受得到內地上限環保的標準 變相要淘汰 都不到它 而且這本身電池的性質上說 它是做一些原酸電池 其實另一邊商有鋰電池 有其他電池的 其實兩者的分別是什麼 原酸電池相對環保一點 因為反過來是可以分解的 所以對環境的污染比較微 但是你的電池相對比較難分解 或者不能分解 相對的污染性會比較多 所以你看到超級主打原酸電池 都可以受惠得到內地行環保的概念 甚至乎規格上說 其實它目前產能裡面 有超過六成四 已經通過了公信部和環保部的一個核查 其實相對它生產出來的電池 其實是獲得高度認可 是挺有安全性和環保性的 所以以業務的競爭上看 其實在行業裡的確是一個比較大的優勢 好 跟進了兩大利好因素 既然這樣好了 這時候去到買國應該怎樣部署呢 我看看股份 股價現時在5.46 升銀矮近百分之二 股價似乎逐步向上爬 是不是應該現時就買了 我覺得當然可以 其實現時有得 或者你說差不多這些位置 都可以考慮買下去 我覺得買入價是5.4 其實5價是5.38 其實你正常說可以賣入了 即是5.4買 目標價就放在6.8左右 而指示位就放在大約4.9左右 我覺得都是一個大約1.2的直播率 其實相對中線的部署來說 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 麻煩你Rafi詳盡的分析 推介了這隻超威動力 偏好就是9.15 9.51的這隻股份 先做新報 本身自己有沒有持有超威動力 也沒有 麻煩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如果大家想重溫這隻狼 稍後時間去到我們的官網瀏覽就可以了 稍後回來將會是問答的環節